说唱国宝杨秀卿将于9月28号民进党33周年党庆这一天 和胖克兄弟乐团合作 那么登台表演这个彩排的时候 副秘书长林飞凡也特地前往探班 其实杨秀卿和民进党渊源很深 早在党外时代就常常在集会现场演出 也因为静歌吃了苦头 那么他希望可以把台湾故网的故事 用念歌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 说唱国宝杨秀卿手拿乐琴高唱一曲 不论是美丽岛成文成案 还是近代的太阳花雪韵 统统列入两瓜的歌词 除了赌场为了民进党33周年党庆的台湾派对登台表演 也和胖克兄弟乐团来个跨时代合作 副秘书长林飞凡特地来探班并送上口堂 杨老师兴首年来就讲了很多 就唱了很多条就是过去他以前唱过的一些 包括这个陈文成博士的这个歌 那把这个故事用这个念歌的方式表演出来 那其实我觉得是我们过去没有办法接触到的 那今天有办法亲身经营到其实是一个很感动的 现年84岁的杨秀卿 其实还民进党的渊源很深 早在三十几年前的党外时代 就藏在几位现场演出 演乐静歌吃足不少苦头 年轻的胖你们不知道啊 现在就是要服用你们大家要了解 我们这个民主自由不是天上来啊 就是我们用心去打拼 这是台湾派对的这个策展的主题呢 其实就是希望有这个世代传承的概念 那透过新宇宙 然后我们很希望能够找回传统的精神 就是感谢这些民主的前辈 左国威权时代的杨秀卿 感态民主自由不容易 也希望透过两瓜 把台湾这片土地过往的故事 让更多年轻世代知道 明镜与沈卑志台北报道